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一块经营的 但在1997年的4月8号这一天 这里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当时候的老板他送完货 回到了店里就发现怪怪的 老板娘怎么会没有出来迎接呢 接着进到店里头 他开了门继续走 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老板娘就倒卧在了斜坡当中 惨遭杀害 而眼前的景象也让这老板彻底的慌了 他赶紧打电话报警 会是谁下的手 两人平时又有得罪了谁吗 但是夫妻俩自从结婚之后 就租下了这里五平大的店面 而且平时和街坊邻居相处 也都非常的融洽 周边的环境也非常的单纯 因为几乎都是大学生来店里 而凶手到底是谁又为何杀人 在这小小的电脑行里 凶手又留下了哪些关键机证 一九九七年四月八号 这一天刚好是礼拜一 也是大学生春假刚放完 正要回学校上课 而景林在大学旁的电脑行 也正要迎接一周的新台式 电脑行老板跟平常一样 出门送货 老板娘忙着在店里张罗 谁都没想到 就在老板送完货回到店里 才发现太太没有走出来迎接 难道是有客人在忙吗 打开店里大门踏进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噩梦场景 就看到盆上有一滴血流下来 我就很害怕就赶快捉进去 看到我太太 这就是活着吃好几个洞啊 我赶快把它按住了 赶快拨一斤球 老板抽上钱 他得要救救太太 他试着替太太止血 不过从双手传来的脉搏有温度 让他知道状况真的不妙 老板的呼喊与泪水 看了让人揪心 而现场可怕的场景 连办案经验丰富的资深刑警 高原和都说至今人刻印在 他的脑海当中 就现场拍出所 骑摩托车比我们更快到 那消防队救护车也到了 那现场是一个玻璃门面 电脑维修小公司 不大 那个房子顶多 顶多五坪啊 五六坪啊 最大的就有一名先生戴个眼镜 然后哭得很凄惨的 就跟穿制服的 他们还不晓得我跟我的组长 是行事主任嘛 如果我们是穿便衣嘛 现场一片凌乱 那个地上的血 快要差不多0.5公分 然后都是脚印 尸体的位置我的印象是在那个 就是靠近他们收音台那个位置 当时我就没有看到凶刀 凶刀但是血很多 然后现场也有打动的迹象 后来法易相验的时候呢 发现他全身总共有27处的刀伤 小小五坪大的空间 老板娘躺在血迫中 被狠狠刺了27刀 凌乱的现场看得出来 老板娘曾经奋力挣扎 却依旧抵挡不了 歹徒落下的每一刀 凶残的命案震惊社会 这要赶快理清楚 老板娘当时遇上什么麻烦 感情 仇恨 财务 会是什么原因让他遭遇死结 从琴这个部分 做了查访 做了他先生 我记得他先生姓常 平常的常 常先生 他的笔录 发现他们其实是以前念书就认识的 所以他们感情很好 而且很单纯 单纯到不顾 先生就是一个勾异郎 他太太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在顾店的一个家庭主妇 我印象中他还有一个 有一个小孩子 所以这个情的部分 完全不可能啊 我们就把这个感情的部分 情纱给判除掉了嘛 电脑行里的婚纱照还挂着 笑容甜美的老板娘 过去是大学班上的班花 和先生相恋到结婚开店 生了可爱的女儿 夫妻俩单纯的背景 感情纠葛 仇恨结怨都没有 那会不会是为了钱 他因为他有营业有收银机 收银台 他先生说他收银台里面有钱 他不确定到底多少钱 不知道我这个钱 还落万了 只知道好几万了 那初步估计应该是有六七万左右了 那只能够炒怎么样 强盗杀人 专业小组清查了店内的财物 发现店里的收银机被打开 里面的货款 有六万元现金通通不见了 那这六万元 很可能就是歹徒的目标 强盗杀人的可能性瞬间升高 但会是谁抢走了这笔钱 案发当时正好是下午五点多 也是下班时间 附近邻居应该有人看到或者听到 那一个小店 而那个地方离一所大学很近 那所大学走路不到三分钟就到了 对面就是一个堤房 没有房子的 他那时候是做那个 电脑 贴很多那个 广告 因为他这个门面都挡住啊 然后里面 他那个有人进去的话 没有人会知道 叠满广告海报的玻璃门 隔绝了店里发生的事情 没有目击者 找不到胸刀 那现场激震 还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就是说你 像你在找的时候 你是要全面地找 因为你没有办法分辨说 哪一个指纹就是歹徒的 当然有血迹指纹那个是蛮重要的 你要全面做 当然也就包含了这个重要的血迹指纹 一起都采回去 所以刚开始去的时候我看 哇 怎么血迹那么多 然后呢身上人都是刀伤 那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 深仇大恨 专案小组在现场发现一枚 沾染了鲜血烙印在塑胶袋上的 血指纹 会是谁留下来的 排除死者 那很可能就是歹徒 现在只要找到指纹的主人 应该很快就有答案 照当日 现场处理的状况 有采到这个生物肌症 DNA 指纹这些 我都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说 应该是离破案不远了啦 应该有机会破案 也应该会破案 这个是我心里的想法 塑胶袋 上面的指纹 而且这个指纹是很特别的 我们称为明显纹 什么叫明显纹 你手沾血或是手沾油漆 或是手沾油一些 像机油 修理工 那个机油的油垢 摸在浅色的物体上 你就看得到那指纹 它不用什么物理化学方法的显现 你就直接可以拍照 可是我们现在指纹拍照 第一个你要先过滤 被害人或当事人的 第二个 你才有指纹进入这个电脑来比 它就比不到 它比不到之后 到底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呢 而且那个时候监制器 还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时候也看不到人的样子 这一枚燃血的指纹 是指振胸鞋最有力的激震 但见识小佐比对了好几笔资料 却发现没有一笔吻合 这下糟了 警方该往哪里查 台湾到待机 五堂半会的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到待机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到待机长期以来 您的家庭是给我们最值得鼓励 跟支持 啊 五堂半会的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 而就在案发现场呢 还真的让见识小组 就找到了一枚充满血迹的 血指纹 但这血指纹的凶手 会是谁的呢 而经过鉴定之后呢 排除了就是死者 还有死者的先生的 甚至呢 连来过电脑行的所有关系人 也都一一排除 那这血指纹的主人 究竟是谁呢 甚至呢 这个鉴士他也做了血液鉴定 血液鉴定结果出炉 确定不是老板娘的 那这样子极有可能 就是凶手的血了 有了血迹也有了指纹 凶手怎么会抓不到呢 而鉴士小组在过程当中 也不断地尝试突破 但却因为比对不出来 越办越气馁 只好赶紧求助外勤远景 想办法呢 要再透过其他的管道 要再继续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其他可疑的对象 而警方呢 也先朝列管人士 还有附近的地缘关系的人 赶紧下手 把有可能试案的人 赶紧带回来一一做清茶 这下还真的锁定了两个人 而其中一个呢 就是铜器饭 而第二个则是日本料理的师傅 在这两个人当中 谁是凶手 几美街电脑行老板娘命案 转案小组从现场遗失的六万元 锁定了 这应该是一起强盗杀人案件 检警试图从命案的现场 要找出歹徒留下的线索 虽然胸膛没找到 但是有找到指纹 但却因为比不出结果 案情又陷入胶着 这个指纹比不出来 当然非常懊恼 可是问题档案没有就是没有 他就告诉你没有 所以就只有靠外情 去看有没有可能 一些比较涉嫌的对象 用一对一 这种涉嫌对象来比较 这可让警方头大了 当年监视器不普及 在案发前后 没有拍下任何影像 询问周边的邻居 也没有目击者 闯入电脑行的不速之客 到底会是谁 专业小组以电脑行为中心 开始往外扩大清查 从当地列馆的治安人口 先查到一名窃盗通气犯 很可疑 有没有可能从偷变抢 甚至杀人灭扣 突然查到辖区里面 有个列馆人口 那个列馆人口是窃盗 然后也有伤害的前科 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个人啊 因为这个列馆人口 当时他通气 那有地缘关系嘛 从景星街走路到他那边 顶多不到十来分钟而已 十多分钟 跟他妈妈说 你的孩子现在在哪里 你孩子在哪里 你说没人回来 你回来过 我以前的刑警很凶啊 很大声跟他那个妈妈讲 把你孩子交出来 你孩子涉嫌杀人强盗 他妈妈一听到 有我们孩子杀人强盗 台西人 不得了了 马上扣 馬上扣了 马上扣 马上扣 馬上扣 他说你来跟台... 台西人跟手抓 你跟...你是做什么不好 当天晚上他儿子又赶回来台北投案 他说没有 我只是窃盗通气而已 不是我杀的 在南部的不在场证明 排除了窃盗通气犯涉案的可能 这时专案小组又注意到 另外一个证据 被害人身上的二十七刀 刀刀都网要害坎杀 手法干净利落 看此来这名凶嫌 他熟悉刀法 而且惯用刀具 因为他受的伤 那个尖锐的刀物 不是一般的刀伤 一般刀胸 就不过广东木药 反正噴噴就好了 那个刀不是一般的刀 所以当时就已经判 生鱼片刀 因为生鱼片刀 尖 利 锐 那有人密报 密报一个 一家日本料理里面的一个师傅 就在这时 警方接获献报 在电脑行附近的一家日本料理店 其中一名师傅很可疑 他不只有前科 而且经常喝了酒就到处闹事 在地方上早已不是新闻 那喝了酒之后 就不是人了 那我们那时候也锁定这个 日本料理这个师傅 叫他道案说明 他讲说他在店里面 那因为他的请客有杀人未遂 就是常常酒喝的就是暴力 所以他很多很多的请客资料 地缘关系又有暴力倾向 再加上杀人未遂 这线索让警方不敢轻忽 赶快去查清楚老板娘的死 跟这名日本料理的师傅 有没有关系 以前没有监视器 你没办法证明他讲的是对或错 所以当时的警方会比现在的还凶 问的口气会比较飙悍 后来他就哭着讲 他说真的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说我同事可以帮我作证 我老板可以帮我作证 因为太符合现场的状况了 而且离那个地方很近 走路不到五分钟了 尽管店里其他员工都替这名师傅 做了不在场证明 说案发时间师傅人就在店里 但因为日本料理店离命案现场 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路程 这样的地缘关系 让专案小组不容易解释 不得不谨慎 监警拿出了在命案现场的 那一枚斜指纹 只要一比对就能弄清楚了 指纹比对也不是他的 你还是要比指纹比对嘛 因为我刚刚讲采到那枚指纹 老板也跟我们做保证 我给你刮保险 他是酒喝不在这样 他没喝酒他没这样 他那天真的在今天做醒 好 那我们就初步把它排除了 指纹电脑档案里面 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 你还是比不到啊 所以最主要是当开始 我也不知道 这一枚在塑胶袋上的血迹指纹 当然我知道它很重要 可是你比不到对象 你就不知道这个案子怎么回事 所以才会这样子延荡延荡 刚开始很认真办 办了以后呢 可是你指纹比不出来 外情该查的也查了 相关涉嫌的对象一比也不是他 指纹被排除了 这也代表日本料理师傅的 这条线索又短了 有了指纹 却找不到凶手 案情侦办陷入瓶颈 日子一天天过去 被害人迟迟无法 沉冤昭雪 家属痛心 检井灰心 在案发之后 死者丈夫带着孩子 搬离了伤心地 但怪事却开始 一一出现 我租给店家 他觉得跳电灯就是忽明忽灭 冰箱可能会开动 他能够住了一个网路教练 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听到有个女生在哭泣 那哭泣的时候 那先生教练就很生气 敲了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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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你是不是被杀害的那个女生 如果是的话 你晚上来给我托梦 一闪一灭的灯光 会是王子的被害人 无法伸张正义的心有不甘吗 尽管这间屋子租了很多人 但都住不久 还传出在露夜之后 有女子哭泣 传言沸沸扬扬 让当地人很难安心 后来她陆路续续租了好几个房子 给房东 房客之后 都陆路续续也没有住满 就搬走了 没想到就在几年之后 一名茶行老板搬进景美街 就这么住了下来 她在睡梦中看到了一名女子 就是跟她指引说 写个地址 在景美街某某某的地址 她因为她本身是要做茶叶的生意 那她本身有开一个小神坛 她就跟她讲说 你那个地点你可以过去 把她租下来做生意 电脑行变成茶店间公庙 白天关着铁门 偶尔才开门营业 邻居曾听闻 老板说过 她说梦到被害人来告诉她 谁是凶手 她有看到 看到那个状况 是个小孩 在案发之后 现场也成了一间凶宅 甚至也发生了许多 难以用科学解释的现象 这也让当地的租客 是一个一个接连的搬离 直到这个茶行老板接手之后 这才停止 而原来这个茶行老板 他是一名鸡童 他说他在搬过来之后 受到了一个女子托梦 要她搬来这个地址开店 而搬来之后 他就跟邻居说 当年犯案的 竟然是一名小孩子 而他也同步把这个线索 提供给了警方 但是当年警方没有特别注意 因为回顾案发当时 血淋淋的现场 实在让人难以联想到 这竟然会是一个小孩子所为 而就这样子日复一日的 过了20个年头 就在追溯期即将到来的前一刻 刑事局的冷案中心 竟然传出了好消息 2022年10月的这天下午 重案组团队重新回到命案现场 当年的电脑行 已经成了茶行间公庙 在这里营业的茶行老板 也是一名鸡童 他在命案后没多久 就住了进来 而这一住 就是实景 我们试图联系茶行老板 但拉上的铁门迟迟未开 附近邻居说 茶行老板营业时间不固定 但大家对于当年他的梦境 直指涉案凶手事的小孩子 依旧印象深刻 这个事情 然后他有讲说 他有看到这小孩子 他自己来的 他自己来 来来来之后他有讲 然后他有把这个反应给警察 他听到不相信 小孩子设案的说法 有太多不合理之处 不只警方 连当地人都对于这样的传言 不以为意 而电脑行命案一晃眼 十九年过去了 封存在冷暗中心里的 那一枚斜指纹 还在等着 眼看刑案追溯时效 就快到了 那血指纹是 如果能够比对出来是 应该就是要独一无二啦 我们所谓的各化 这个血指纹的特征点 GO 应该能够比对出来犯嫌的 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要破的案子 怎么没有破 我们不是气馁 只是说 什么环节是不是少了 资料库没有记录 表示凶手应该没有前科 那在案发后 难道他也真的 没在留下任何痕迹吗 一旦凶手再犯案 那按照过去犯案经验推断 肯定会再留下线索 就是这个信念 让协犯刑警魏德胜 总没有忘记这起 未破的命案 这个案子应该要破 只是时间的问题 监视中心的记证 就是当时的 财政组的局长 那我们经常在做互动 经常碰到的时候 我们聊的话题 就是在聊这个 这个命案 会以监视的角度去 去思考这个案子之后 很可惜 彩政得那么扎实 却还没有找到 生个冤啊 找到这个犯贤 十九年前的写指纹 清清楚楚留了下来 就像被害人给的最后线索 虽然当年没抓到人 但不代表十九年后 就不会有不破性的发展 他就是想说 顺便把这个书 这个案子的简体 拿回来送去指纹室 再让他跑一次 是因为这样 因为有这个动作 没多久犯前 就被我们锁定了 情事局这个指纹的系统 有更新 你如果没有把它放上去 它是在下面的 只是说我们对这个案子 事事念念 这一份思思念念 是刑警对案件的责任感 而这一份责任感 也间接成了抓到凶手的关键 既然已经留下痕迹了 这痕迹就是所谓的证据 总是有人在关心 因为关心的结果 就是有人在注意 既然有人在注意的话 才有机会 那个人后来因为吸毒指纹建档了 第三个 系统也更新了 更新之后呢 然后这整个案子就很快的 从系统里面去比出来 就是你的指纹 丢进去之后 它是24小时一直在洗 反正它的数量 就是你人工的数百倍了 那突然有一天 冰果中了 比重了 当年那一枚 在塑造带上的鞋指纹 经过警方欺而不舍的比对 在追溯期前 找到了他的主人 这一查才发现 指纹是一名饶性男子的 他在2006年 因为涉嫌毒品案 留下了指纹 而这比对结果 就像是警窟咒 紧紧抓住了他 也成了警方破案的一线曙光 难中心重新比对以后 把这个水指纹 跟他的激震部分 就是比对出来 我们大部分是 就负责通领的调阅 还有就是一些 车辆行径的路线去比对 发现说他平常时间 都很固定 就是说半夜在活动而已 透过跟监以后发现 他是一个果菜的批发商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专业小组每天深夜出勤 从清晨两点开始 就跟着这个蔬果批发商 进出果菜市场批发蔬果 也跟着他到摊位补货 为的就是要掌握他的作息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是 要双重确认 他们锁定的这蔬果商 就是指纹的主人 当时那个留下来的 这个现场指纹 这个血指纹呢 一个我们可以做指纹的比对 那第二个呢 可以做生物的识别 那当时在 在八十六年的时候呢 指纹是比对是没有比重对象 那那个时候的DNA检定呢 也是没有对象 只知道是个B型血型的人 后来当我们比重那个 饶性嫌犯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慎重起见 甚至于把嫌犯的生物肌症呢 再来跟现场的DNA来做比对 那确定了之后 那就很确定说 这个案子是这个嫌犯所做的 跟一堆人都在抽烟啊 那在找居证的时候 看他烟量一丢 他丢在地上全拔 你不能解错 不知道哪一根 对嘛 就是我们要确定说 他的跟就是 光是要采居证 就花了三四天的时间 已经过了19年 追溯的时效都已经快完成了 既然在这个时候 所以他们会更慎重的 2016年1月24号 警方掌握线索之后 埋伏在新庄 抓到了饶性孩子 就是有透过几个部分 他从外面回来 我们在他们停车场等他 他下车以后 他自己一个人就往前走 我们本来也是他一个人 一些同仁流上去 然后我就搭着他 我说这19年你睡得好 我手是搭在他的这个 左肩上面 我发现他 我讲了一句话以后 他身体一直在抖 我认为是说 他已经知道我们来 要太早他的目的了 那后来就说 你们终于来了 你们终于来了 饶性男子在被抓的当下 不反驳 不抵抗 乖乖配合警方 比较阴沉的那种个性 其实我抓到他 他其实没有说有很大的 你会觉得心情起伏这样子 就是没有 他就很担定在跟你应对 真的就是这样子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神父是很深的 在逮捕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他的脸色有点 忽然间掉下来那种感觉 埋传很久的东西 忽然间被人在发现了 相较于柔性男子的平静 身旁的同居女友 却是情绪激动 他怎么也无法相信 自己的枕边人 竟然是杀人凶手 她女朋友很凶耶 她说你们要干嘛 你要干嘛 我说没有 女先生就是有分成这样 什么都是不可能 你杀人 就在现场就打好大家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怎么办啊 怎么能想像 每天一起睡觉的枕边人 孩子的亲生父亲 居然会是杀人凶手 警方把人带回来之后 采集他的DNA 跟当年现场的血迹 进行鉴定 确认了 血指纹的主人就是他 只是十九年前 他才十六岁 未成年少年犯案 这也间接证实了 基同说的那句 犯案的是一名小孩子 只是隔了十九年才落网 过去乘封多年的真相 也跟着一起被解开 原来真的是小孩子犯案 一九九七年 这个饶性男子 他只有十六岁 还是一名国中生 难道他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 他杀了人吗 而这十九年来 他到底逃哪去了 警方逮到人时 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而且事业有成 在新庄地区就经营 输果事业的生意 而且还做得有声有色 甚至还有输果大王的称号 而像这样子 事业有成的男子 真的会在青少年时期 痛下毒手杀人吗 两百贵 四百七三 蘋果五百六百 人家真道的市场里 婆婆妈妈来来去去 买菜买肉 买一家人要吃的东西 但谁都不知道 就在这市场里 藏着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每一次的叫卖 都像是饶性男子 盼望回归正轨的希望 饶性男子被当地人 称为是输果大王 因为光在这个市场 就有将近一半的摊贩 输果买卖都是找他 他不但是中盘商 还自己一个人有三个摊位 跟一般的皮革上一样 就是在很多人的 竞标的那种场合上面 在标一些输果 新装的四位街下货 下货以后 他没有卖 他是 就是丢给现场的 货卖人员 他下完以后 他就回去休息 一个摊位都四五个人 在正忙这样 所以说你会认为说 那个做这个 做蛮大的 要不然你怎么支付 这些人工的钱 都是半夜在工作 但是他的生活 是很单纯的 他就从事这个 蔬果批发行业 就在心中五千路 这段只能买了一间房子 所以说表示说 做这行业是可以 短期支付的 光是一个蔬果摊 一整天的营业额 起码就有四万 一个月下来 营业额超过百万 生意好到让同行同业 眼红嫉妒 这一锅摊子他做得很好 但是这一锅生意非常好 他有时候都被人叫剪辑 他可能是 发觉这个商机不错 他后来去从事这个 真的让他真好吃 掌握商机 也闯出了成绩 果菜批发 让他事业越做越大 认识他的人 觉得他事业有成 有房 有车 还有儿女 看似风光的生活 他却活得战战兢兢 因为在他的心中 始终有一句 不敢提起的秘密 他说他不会叫 他的生活就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上班 批货 下班 回家就是这样子 做生意的人 却不交自己应酬 几乎滴酒不沾 跟客人的接触 更是少之又少 看在其他人眼里 或许觉得这个蔬果大王 缺少生意人的交际手腕 但其实他怕的 很可能是在酒精催化下 会把那个不能说的秘密 说出口 我觉得他的这种各式 应该是不会把 这个这么重要的事 去透露给其他人 他连他的女朋友 都没有办法 都不会透露了 不然他的女朋友 反应不会这么大 如果说有透露一点点 这女孩子的反应 应该有反应得这么大 而且他会觉得说 你被抓是迟早的事情 他从那边犯他以后 他就离开武山区的 说是躲藏 就因为他也 人家也不知道是他犯的 他失去打工 在跟他对话之间 他有那种感觉 他的表情有那种放下 就想像说 把他拿到石头 心里的石头 已经卸下了 埋藏在心中 十九年的秘密 在这一刻 他终于不用再躲躲藏藏 提心吊胆 但十九年前 饶姓男子 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拿刀杀人 他怎么敢 86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16岁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去杀人 后来在车上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说 你那时候才16岁 他总会做这事 饶姓男子说 那一年他国中刚毕业 因为平常不爱念书 总偷拿家里的钱去吃喝玩乐 那一天他因为被父亲责骂 一气之下撬家 从深坑老家跑到景美夜市 平时他白天游荡 晚上睡在网咖 身上没钱就去偷 那一天他锁定了 景美街上的这家电脑行 他看见了老闆出门送货 店里只剩下老闆娘 他趁老闆娘不注意潜入屋内 却没想到 他一把抓走收银机里的六万元时 被发现了 他一直变称说是 被二人看到他 他以后转身回去厨房 拿了一把刀子出来 要求他或者说 请他出去或怎么样 他就跟这刀子被他躲走 然后他还热住他脖子 像猛似 我认为啦 当下应该是这个年轻人 撒红了眼 没有办法松手 造成这种结果 所以刚说一不做二不休 一现场的状况 真的是满凶残的 短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电脑行李已经翻翻血跡 原本的行窃失封 变成了夺刀杀人 饶性男子逃离现场 他把刀子丢进景美西 人往山上跑 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 平常以后出大门 就对面就直美西了嘛 他就冲过去对面 因为那时候已经满岸的 他都随手就让胸刀 丢到几种心去 然后他往回走 往那个 后面不是有那个先机眼 他就是往那个方向 离开现场 他还有先回家去换衣服 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去烧掉 整他都把它烧掉了 忘记问他说那时候穿什么 如果是深色的 其实嘴唇你根本看不出来 身上的血衣 血裤 胸刀 饶性男子通通处理掉了 这一逃 逃了19年 差一点就真的被他逃过了 追溯齐 抓到人的当下 承办警察问了他一句 这19年来你睡得好吗 而电脑行的老板夫妻党 间谍情深 甚至两人还有了爱的结晶 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饶性凶手 他亲手毁了这个甜蜜的家庭 但这个凶手 他后来也结了婚 当起爸爸 遇害老板娘的丈夫 等这个真相等了19年 他从黑法等到了白法 这要家属如何抚平这样的伤痛呢 那个是不会变的 看这一生都不想死了 思念过世的妻子 说着说着红了眼眶 当年才四岁的女儿 一戏间没了妈妈 而自己也没了一生的牵手 他应该是觉得说 妈妈怎么突然不见了 那就是我父母一直待着 那对这段欠缺的话 因为真的是很抱歉 你在他自己心里面 自己应该要有一点 有一点觉得说忏悔的感觉 那我是觉得是应该这样的 那如果说他都没有 那我们对他 还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凶手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19年来悬挂在他的心中 多年来没有答案 而就在追溯其满之前 真相水落石出 而这一刻他的心中 已经没有恨 他是一眼睛 我是一眼睛 就是学生时代 他就自然在一起了 我跟他说凶手找到了 为了等这个答案 常先生从黑法等到白法 而杀人凶手这19年来 难道都没有一刻后悔吗 做过事情以后 他常常设不着觉 在那一天 我们大家去闻课的时候 他看到他先生 就回家里来道歉 他知道他这次就很要 很久才会出来 他说让我可不可以让他 联络他的联工 因为他说他要让这个 他的店铺继续转成 才有办法养活他的小孩跟那个 对他的同志 有讲话那时候真的 那种好像是亏欠感应的那种外表 过了这么久 也许快完成追溯的时效 也竟然还能够 最结束的时候 把嫌犯抓到神之以法 就表明了说 坏事真的不能做 我巴掌常讲的一句话 今天抓不到你 总有一天等到你 当年的未成年少年 现在已经三十五岁 有家人 有员工 不再是自己一个人 也可能因为这样身份的转变 让他的单方面供词 始终让人怀疑 有多少的真实性 一个男生 进到你的店里面的时候 你第一个是大叫 还是进去厨房 再拿一把水果刀 我们自己来 自己来 你当侦探 所以凶手说 这一个被害人 进去里面 再拿一把水果刀出来 各位相信吗 明显是说谎 那说谎 为什么 减轻刑责嘛 你里面屋主持刀 我抢过来 我自卫啊 不小心杀死你啊 对不 跟我带凶器去杀你 不一样啊 那个刑责差很大啊 要不然我就拿掃把 我怎么去拿刀子呢 对 对不对 所以说他 但是他一直要争辩的 就是说 这刀子是被害人打出来的 就是这样子 他可能是会想要规避一些 各位的刑期啊 会对这个 当下的发生的事情 会有所隐瞒 那当然啦 他怎么讲 他影响的是他的刑期 他的自白 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出入 但是不违背是说 这个人涉案的情形啊 用来行凶的凶刀 究竟是饶行男子带去的 还是他从店里抢来的 尽管他一再辩称不是预谋 但再怎么样的辩解 都无法抹去他杀害人命的事实 尽管他再怎么小心翼翼 努力重启自己的人生 但被害人的家庭 在他下手的那一刻 早已破碎 做的行为要对自己负责啊 也不能因为你现在有老婆小孩 你就说你同情 我家里还有老婆小孩 你要杀他之前 就没有想到他有老公和小孩 藏了19年的秘密 还是摊在阳光底下 而当年案发现场那枚邪指纹 恐怕早就预知 杀人凶手 逃得过一时 终究难逃 一辈子 其实真的就差短短这一年 电脑行割喉命案的追溯期时效 就要过了 而怎么能这么刚好 敢在追溯期前的这一年 抓到凶手呢 原来幕后有一个超级大封城 他是协伴的刑警 魏德胜 当了三十几年的警察 经受数百上千件案件 唯独这一起 仅每街电脑行命案 一直悬挂在魏德胜的心中 就连回到案发地点 担任所长期间 也不忘在巡逻时 回到现场看一看 我回去那个景美那个地区 当派资所所长 马上的巡逻 那一班 我一定固定会在那边 待个十几分钟 那个地方已经 后来已经变成一个那个公庙 其实我有心里在想说 我也回来这边当所长 他如果有机会感应得到的 我也愿意说替他做点事 所以有时候我就经过那边的时候 晚上的 尤其是晚上的巡逻 就去那边感受一下 我们也莫名的就是说 过去那边看一看 没有什么特别的是说 一定要怎么样 会觉得总是一个 两个字 可惜 那个时候的当下的心态 会觉得可惜 觉得应该要吗 应该要破案的 担任所长的两年期间 案情依然没有突破 却在魏德胜回到台北刑警大队时 接到了破案消息 直到我回来刑警大队的时候 突然说 收到那个监视中心的 那个监视报告 然后说 这个案子有鎖定的犯嫌 这个案子 有鎖定的特定的对象 然后也有出这个鉴定的报告 从案发到抓到凶手 19年来都间接地参与部分过程 则似乎也是冥冥之中 就注定了 也算是对死者有一个交代 对这个案子很宽心的就是说 这个案子虽然有人在 我再默默地在注意 到了最后也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也算对这个淑女 也算是一种交代 虽然过了这么久 总是滑滑灰灰 疏而不漏 只是散热到终有报 总有被抓到的一天 等于说心中一个石头 也算放下来了 老刑警挂念案件的心 让他在档案室将近二十年的旧案 重新被启动 也是这份挂念 敢在追溯其前 抓住真正的凶手 在时间上面 滿有意思的 最终还是能够让他神之一把握 也是一个好事 总算是圆满 多做一些好事 这是花钱买不到的 能够替人家伸张正义 真的是一件好事情 我总是这么认为说 认真仔细 总会有好的 然后你在这个刑警的生涯当中 就人家常讲的 身在公牙好修行 案件或许会因为时间拉长 逐渐被人们淡忘 但过去犯过的错 并不会因为时间拉长而抹灭 人终究还是要回头 为自己行为 负起所有责任 台湾大事不再办会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事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 台湾大事长 您的家庭是给我们 最兴致的鼓励跟支持 啊 五湯八卦记 赶快动手 加入我们的会员吧